轮椅族退银儿车的家长 市长族群与行动不便者搭公车时 比大众多了一点点的不便 但多年来透过公车友善性运动 已经让特殊族群搭公车感受到 亲切的服务与关怀 搭乘非常放心 因为我是跑202路线 然后我都每天固定都会在 勤安捷律站载到他 然后他都在那个中和庙口下车 然后我都会询问他要到哪里 然后帮他下那个地理堂 然后帮他再来外面上车 虽然他也是电动车 但是还是要注意到他安全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服务到一位市长朋友 在松山机场上车 我很担心他会跌倒 所以我就亲自到站牌下面 扶他上来 然后呢就很有耐心的带他刷卡 然后扶他到位置上面做好 那我还询问他说那你要到哪里下车 那下车的时候我就多付出了一点耐心 多等了他一下 然后就扶他到站牌下面 然后跟他说呢 你的站牌位置在哪里 那你要小心哦 就是多一份的用心跟付出这样子 多了一项交通兵具可以选择 往往以前我们就是推轮椅 电动轮椅在路上跑 当然以前有所谓的复化巴士 但是复化巴士终究有它的限制 比如说它的数量有所限制 不可能每个人配一台复化巴士 时间也无所限制 就好比我今天来这里才这样活动 我不晓得活动大概即得结束 如果复化巴士等一下来接我了 我还不得不走但是有了公车之后 我随时交通举一个电话 黄俊台你来干嘛干嘛 我一搭就要过来了 我对我来说是生活带来相当大的改变 那有了公车提供这样的服务之后 那以前没有地利板公车 当然又没有所谓的申诉 但申诉越多我越高兴 表示我们的公车 地利板公车普及 无障碍公车普及才会有申诉 因为以前都没有申诉表 那才有问题 没有申诉才有问题 因为都没办法搭乘嘛 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报告 还有一个A数大家不知道 其实发生过美好感恩的故事更多 只是很多人 有申诉的时候人家会积极提出来 美好的故事不一定会被知道 就像我常常搭乘公车 跟驾驶有很多的互动 很美好 可是我到了家以后 我有时候有体力还够的时候 我会po在我的粉丝团 可是大多数我都是很累的 回到家就躺在床上不能动 所以有很多故事其实没有告诉大家 那以后我会尽量再踢出来 公车友善性运动迈入第16年 今年着重公车无障碍服务 近期运用新型电动公车 展示轮椅竹上下车SOP 让司机随时训练自我 也让轮椅竹安心搭乘 也降低事故发生 那这16年来 同仁给我的数字是说 这满意度 都要达9.55%是满意的 掌声鼓勵鼓勵 我们特别感到驾驭 是台北三维国际首都的城市 那公车的服务 可以这样的品质的认定 就是民众的肯定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光荣 那刚刚看这个标题 安心运转幸福无碍 那我常常我们做交通的 都会认为我只要把人 从AD到BD载人就好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载着幸福 那我曾经也学会了一句话 叫感恩与爱 就是我们对公车的驾驶 驾驶员们帮我们乘客 有爱的一个服务 一个传递 其实我要呼吁的是 我们乘客对我们公车司机 你要感恩 这才是一个互动才能够高 让这个温暖可以 持续长长久久 不管说你的方便性也好 满意度也好 都达到95%以上 哪一个城市可以比得上 比不上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以上是硬体的 我要讲讲软体 软体这16年来 说实在的 我们非常谢谢局长 谢谢交通局 谢谢公车主 谢谢各位同为先进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还有谢谢 特别谢谢靖坚 靖坚有了你们的帮助 在16年来 我们把乘客 跟我们司机的关系 拉得变友善 非常友善 不像以前 我还有车厂小姐的时候 那是晚两年 我们那是很凶的 台北市整个公车的这个环境 我们尽兼有幸 一起来帮助 当然我们对硬体 我们是没有办法 这个公车硬体怎么改善 我们没有办法 但是软体方面 我们是真的是很有心 我们希望 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 一个善的一个结合 所以公车友善 新运动 这个一个结合 那我们这几年来 所做的一些努力 的确是大家有目共睹 可以从这个满意度来看得到 都达到九十几 九十五等等 那这个一个努力 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 尤其像今年 我们刚刚就想说 其实一般的 我们做的 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了 再往上突破 事实上也有它的瓶颈 但是我们可以做其他的部分 就比如说 像我们这些 这些弱势的 比如说 刚刚我们这几个 做轮椅的 就像我们的总裁 然后还有一些四丈的 还有一些娃娃车的 还有一些老年 这些就是真正需要 特别用心去帮忙 这是一个友善的提升 而且也是友善的一个困难度的一个突破 公车友善性运动 今年也规划了系列活动 包括票选最佳人气驾驶 邀请民众来体验驾驶日常 宣导公车无障碍设计等 促进驾驶与乘客的友善互动 安心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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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谢谢